超越演算法, 盡修世界大事 15分鐘播音新聞 歡迎收聽堅尼地球城同盟15分鐘環球新聞 現在由劉啟源及AI女主播為大家報導 另外由黃立仁為大家讚聞 這一節的新聞重點有 英國公布新貿易戰略, 印度, 南韓等多個國家 列入優先簽署貿易協議國 梅樂來指習近平是烏克蘭和平進程的關鍵角色 拜登提出修憲推翻總統豁免權 以及彈劾兩名大法官 秘斯散被揭發非法經營租屋 房屋廳廳長表示會加強執法 委內瑞拉有民眾示威, 抗議總統大選舞弊 事件最少一人死亡 CheckGPT宣布推出Search GPT挑戰Google搜索引擎 英國商貿部在倫敦時間7月29日宣布 為了促進經濟增長 將持續推進與不同國家及地區之間的貿易協定 並以印度、南韓、瑞士、以色列及海灣合作委員會等 多個國家及地區作為優先考量 英國商務大臣偉樂韜表示 工黨政府預計會在今年的秋季恢復與印度、南韓及海灣合作委員會等 多個國家及地區的貿易談判 而新的貿易戰略內 亦包括與歐盟重新設定關係 現屆政府亦多次強調 改善英國與歐盟整體以及個別成員國的關係 解除不必要的貿易障礙 是今屆政府首要任務之一 商務部有強調提升海外貿易對於實現強大的本土經濟非常重要 他特別提到印度以及海灣合作委員會 指英國的貿易計劃將會發揮本土優勢 讓英國企業接觸到一些具潛力的經濟體 而英國外相林偉德在今個月出發前往遼國 出席東南亞國家協會外長會議前 曾經訪問過印度和印度總理莫迪以及外交部長蘇傑生進行會面 他們的討論涉及經濟貿易議題 並且啟動雙邊科技安全倡議 計劃擴大並且加強合作範圍 包括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以及先進材料等等領域的合作 英國政府又表示 英印雙方正就自由貿易協定 與雙邊投資協定進行談判 他們估計印度會在2027年 將會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貿易協議預計將會令到英國企業更有效率地進入印度迅速增長的市場 相貿部又估計 在2050年 當地的中產階級消費群 將會增加至超過2億5千萬人 相貿部又指 與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協定 將會是一個重大的經濟機會 自至2021年 雙方已經互相投資至少190億英鎊 而這個協定有可能會進一步推動投資增長 以確保英國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個發展蓬勃市場 梅洛尼指 習近平是烏克蘭和平進程的關鍵角色 根據彭博報道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當地時間7月28日抵達中國並進行正式訪問 他今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貿易關係 並與俄乌戰爭的問題作出討論 今次是自梅洛尼在2022年上任以來首次訪問亞洲國家 在7月29日北京的一個記者會上 梅洛尼強調中國是解決全球問題的重要對話者 亦是解決今次俄乌戰爭的重要元素 梅洛尼指 今次訪華主要目的是要推動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以及針對結束俄乌戰爭的問題 梅洛尼指出 雖然中國對俄羅斯某些工業的支持引起重大矛盾 但中國政府在解決衝突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梅洛尼相信 在中國一直提倡的主權以及領土原則出發 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關鍵的角色 協助俄乌雙方找到達至和平的元素 而在去年的年底 意大利推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 意大利這個舉動曾經威脅到雙邊的關係 然而梅洛尼就用坦誠和尊重來形容這次和習近平的會面 梅洛尼又宣布 兩國總理將會每年舉行會議保持溝通 而另外習近平又強調 兩國之間長期的關係友好 他又表示 雙方主張包容、信任和互相尊重 各自亦都選擇了自己的發展道路 而中國國內媒體 對梅洛尼今次的出訪也相當正面 中國日報為意大利解話 指意大利推出一帶一路是因為外部壓力所致 而《環球時報》就在社論中又稱讚梅洛尼 指它令到意大利成為東西方交流的橋樑 而在會面之後 雙方亦發表了關於加強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行動計劃文件 報導最後又指出 中國試圖在世界上成為更有影響力的角色 而在上星期 中國接待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 在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首次有烏克蘭的高層官員到訪中國 另外在7月26日 中國外交部也派遣了特使 就烏克蘭問題展開了第四輪的穿梭外交 他們當中包括前往巴西、南非和印尼 為恢復和談創造條件 以下新聞內容由AI女主播報導 卑斯省被揭發非法經營租屋 房屋廳廳廳長表示會加強執法 根據CBC報導 卑斯省房屋廳 根據各大短期租任平台上的資料 審查了近兩萬個短期租屋房員 發現接近一半是非法經營 房屋廳廳長 柯爾倫接受問時表示 已經透過短期租任平台移除了大約一千個房員 並且會在未來幾個月加強執法力度 卑斯省在5月1日起 對短期租屋實施了更嚴格的限制 屋主只可以將自用住宅以外的單位 用作短期租屋場所 根據省政府規定 Airbnb、VRBO和Booking.com的共享數據顯示 來自溫哥華、威斯納基隆拿、維多利亞、列治文、本納比和太陽峰 合共超過一萬個房員 都是屬於非法性質 波爾倫表示 非法經營的短期租任業主 將會收到警告 隨後會面臨每日高達五千加幣的罰款 而不移除非法房員的租任平台 每日也會罰款高達一萬加幣 回到劉啟源時間 拜登提出修憲、推翻總統豁免權 另外又動議彈劾兩名大法官 美國總統拜登 在東岸時間7月29日出席活動時發言指 他將會提出最高法院的三大改革方向 當中包括推翻總統的豁免起訴權 限制大法官的任期 以及制定有關大法官的措手規範 拜登在德州的奧斯丁沾森總統圖書館中 出席民權法案制定60週年活動時致辭指 總統需要每兩年任命一位大法官 並且由於終身制為最多任期18年 可以減少單一總統過度影響最高法院的機會 他又建議制定有關大法官的操守規範 是要求法官必須披露所收的禮物 避免參加公開政治活動 以及回避涉及利益衝突的案件 拜登又評擊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訴訟案裏的裁決 他又指出法院裁定幾乎代表總統可以違背誓言藐視法律 而又不會面臨後果 他又另外主張深增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的條文 強調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駕美國的法律 無論是美國總統還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都無一例外 拜登在早前宣布不會再尋求連任 並且改革最高法院列為剩下半年任期內的重點 他又形容 他提出的改革是要恢復民眾對最高法院的信心 以及加強對法院的問責 現時美國最高法院總共有9位大法官 目前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為6比3 其中3名保守派的法官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時任命 而美國最高法院在近年的爭議不斷 民調顯示民眾不滿以最高法院的程度達到6成 但法官湯馬士近年捲入禮物收受醜聞 司法代價團體修復法院在今年的6月曾指出 他在2004年到去年期間總共收受了103件禮物 當中價值超過240萬美元 而且全部都是沒有申報 而另一位大法官阿里托被發現 他在維珍尼亞州的家門口 將美國國旗倒掛 另外又在新澤西州的家 掛起國會山莊暴亂時 示威者所高舉的旗幟等等 另外在今個月初 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奧西卡奧科爾特斯 提出動議 彈劾最高法院兩名大法官 托馬斯及阿里托 路透社另外有報道 奧卡西奧科爾特斯 在聲明中提出 有充足證據顯示 托馬斯及阿里托 涉及利益收受和個人的醜聞 他們依然拒絕 在法庭審理相關案件時被職 是濫用權力和對美國民主的威脅 而除了收受禮物之外 托馬斯亦被指責 他隱瞞著自己接受富豪安排的旅遊和住宿 另外他的妻子亦有份參與 推翻前總統特朗普 在2020年大選落敗的結果 以來外界的批評 托馬斯又解釋 自己認為有關的行程是屬於個人款待 所以不需要申報 而霍爾特斯在眾議院發言的時候指 如果他們不辭職 就應該要被罷免 因為他們對法治構成了威脅 他認為美國人沒有辦法 亦不應該更加不相信 這兩位大法官和他們所服務的最高法院 是為了維護美國憲法以及國家利益 他強調 托馬斯及阿里托容易受到貪污腐敗的影響 現時不能懲罰他們 因為他們是制度存在的問題 所以彈劾他們是美國國會的責任 他又指兩位大法官在這麼多年以來 涉及到他們個人和財務利益案件中失職 同時他們又拒絕避嫌審查和他們個人利益相關的案件 和最高法院的服務並不相容 另外最高法院暫時未有回應有關彈劾的議案 再次由AI女主播報道 ChatGPT宣布推出Search GPT挑戰Google搜索引擎 據報道OpenAI最近推出一款融合AI技術的搜索引擎 Search GPT這款新引擎是由GPT-4系列模型驅動 根據OpenAI的介紹 Search GPT結合了AI模型以及網絡資訊 Search GPT和傳統的搜索引擎不同 它不單會列出連結 亦會整理和解釋搜尋出來的結果 預計將會成為Google最大的競爭對手 OpenAI亦特別強調 他們將會與新聞媒體合作 確保訊息的準確性 以及來源的可靠性 他們的合作夥伴 包括華爾街日報、美聯社和Fox Media等 這一項技術目前仍然在測試階段 暫時指向1萬位測試用戶開放 OpenAI亦表示 未來計劃會將這個功能 整合到ChatGPT入面 再次回到劉啟源時間 委內瑞拉有民眾示威 抗議總統大選舞弊 事件最少一人死亡 根據《法新社》報道 委內瑞拉在全國各地 在當地時間7月30日 爆發大規模示威 抗議總統大選出現舞弊 委內瑞拉大選在當地時間7月28日結束 當地選委會宣布 總統馬杜羅取得51%的選票 成功連任取得第三個任期開展 並將會在接下來的六年內繼續執政 而示威者對選舉結果不滿 發起了由拉丁美洲的傳統抗議活動 帶著各種廚房用具走上街頭敲打示威 報導又指 委內瑞拉國內雖然石油資源豐富 但長期陷入經濟危機 而當地民眾多年來面對著糧食短缺 以及收入問題等等 民調預測 反對派會在今次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 而反對派又表示 他們的投票統計數據顯示 反對派的候選人 郭薩雷斯 贏得到超過七成的選票 他們又對選委會宣布的結果有所質疑 他們又表示選舉過程出現嚴重的違規情況 當中包括政府以及親政府人士阻礙投票 而在多個票站的點票過程中 選委會又拒絕交出點票結果作出核殺 另外又出現未經官方認可的影子票站等等 警方對示威者發射催淚彈進行驅趕 委內瑞拉當局更發出拘捕令 當中有六名反對派的競選成員 向阿根廷大使尋求政治庇護 另外中國、俄羅斯以及古巴這三個國家 迅速承認馬道羅的勝出 另外又根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 日前又觸看馬道羅成功連任 他又稱中國和委內瑞拉是好朋友和好夥伴 然而拉丁美洲多個國家以及美國 對於今次的選舉結果存在質疑 拜登政府又指責馬道羅操縱選舉 而另外秘魯也下令著當地外交官員離境 另外報導又指委內瑞拉爆發的示威活動中 已經造成最少一人死亡 另外有46人在示威活動中被捕 最後由AI女主播提供奧運戰報的何思培 在香港時間7月30日出戰女子100公尺自由泳 晉身準決賽 他在100米自由泳初賽排第四線 頭50米游出25秒38 以第一名轉持之後保持領先優勢 最終守名足持並游出53秒02 總成績排第二 僅次於世界紀錄保持者 瑞典泳首師祖堂的52秒99 他會在香港時間7月31日凌晨參與準決賽 在乒乓球方面 上屆在女子團體賽 聯宇蘇惟欽 李浩晴合力取得同排的杜凱琴 聯同黃振婷 在乒乓球混雙四強賽事 奪得第四名 黃振婷和杜凱琴這個混雙組合 排名世界第四 他們與韓國組合臨終分 申與斌對含 結果已局數0 四敗陣 雖然無緣獎牌 但他們已經擦身了 港隊在混雙歷史中 最佳的成績 在羽毛球方面 首次出戰奧運的羽毛球女雙組合 楊雅婷和楊佩琳 在羽毛球女子雙打分組賽 出戰最後一場小組賽 兩人對上三號總指 中國組合留勝書、譚寧 最終以局數0 二落敗 未能出線8強 接下來看下其他港人地方的戰況 英國方面 截至香港時間7月30日晚上10點 以三金、五銀、三銅 贏得共11面獎牌 比起昨天多了5面獎牌 英國分別於男子4成200公尺自由式接力 和男子不定向飛靶中奪得金牌 在男子不定向飛靶中奪金的英國選手 黑爾斯是世界紀錄保持者 他在比賽中以48宗獲得金牌 中國選手齊仍以44宗獲得銀牌 他們兩個同時打破了上屆捷克選手 在東京奧運創造的43宗紀錄 加拿大方面 暫時取得兩金、一銀、兩銅成績 比起昨天多了兩面金牌 分別於柔道 以及女子400公尺個人混合四色奪得 在柔道女子57公斤以下級決賽 加拿大代表出口 對戰韓國選手許美美 在比賽過程裡面 兩位選手都被判兩次犯規 最終許美美被裁判指誤公犯錯 被判第三次犯規而落敗 現年28歲的出口在日本出生 自2017年開始代表加拿大隊比賽 今次他為加拿大 在柔道項目取得首面金牌 也是出口個人第一面奧運獎牌 美國方面 現時有三金、八銀、九銅的成績 比起昨天多了八面獎牌 在女子400公尺個人混合四色裡面 基斯以4分33秒填40奪得銀牌 在上界奧運奪得銀牌的韋安特 今次以4分34秒93 以1秒半支差奪得銅牌 而比賽的冠軍 是昨天400米自由泳比賽中獲得銀牌的加拿大 榮手麥堅杜樹 他用4分27秒71 以多達5.69秒的差距成功奪金 最後在澳洲方面 目前獲獎數是五金四銀 比起昨天多了三面獎牌 20歲澳洲榮章奧卡拉漢 在女子200公尺自由泳裡 以1分53秒27 破奧運紀錄奪得金牌 而同樣來自澳洲的23歲榮章提特穆斯 以1分53秒81獲得銀牌 這次是澳洲20年來 首次在這個項目中包覽金銀牌 這一節的堅離地球城同盟15分鐘環球新聞播放完畢 贊文有黃立仁 報導有我劉啟源以及AI女主播多多指教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離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